位于西宇乡的图书馆 透过推出假日绘本导图活动 为乡民打造一个全新的休闲娱乐场所 除了让家长在假日 有一个适合带小朋友前来的地方外 更透过多元的教材和活动 提供小朋友一个有趣的学习环境 在绘本导图活动中 图书馆特别精心挑选节日、季节、品德教育 情绪管理等多元教材 让小朋友在阅读中学习 并通过举办多种不同类型的活动 让孩子们对阅读产生兴趣 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在假日的时间 我们是偏乡嘛 在假日的时间 有那个父母亲可以带着他的孩子 多给他们一个那个休闲娱乐的地方 培养小朋友 提早培养小朋友的阅读习惯 我们的那个类别很多元 有的是本土的 然后也会配合节日 季节 就是然后一些那个品德 品德教育 针对小朋友一些情绪上的管理 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提供的服务 此外 谢宇乡长也在活动中表达了对孩子的关怀 希望他们从小就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并且为家长在假日多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 乡长也表示 图书馆这样的阅读据典 让孩子有机会接触不同的知识和阅读素材 有助于他们的学习和成长 教育的时候 我们塞书的小朋友 真的比较多元 图书馆每一年都有定期 阅读活动 包括就是有一个志工 他们来这里 告诉小朋友 教他们怎么讨识 其实小朋友来到这个地方 原来就是一种的学习 不只是在学校里面拥 包括在学校里面拥有 尊重白的 来到图书馆看识的时候 就是要安静 来进城 像刚刚的返保局的外包人员 他后来宣导 像是返保意识 这种返保的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 让大人小孩 来共同来学习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小孩子 从小就能让他有一个学习的环境 如果有这种 这么好的家庭 小朋友能不能常常来参加 让他们接触到书籍 让他们多听点 一些故事也好 或是知识也好 我想对小朋友 将来的学习成长 都有很大的帮助 加之汇本导读活动 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热烈欢迎 他们表示 在这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中 能够放松心情 享受阅读的乐趣 也增进了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 西宇乡图书馆也表示 他们将继续推出更多丰富的阅读活动 为乡民打造一个更完善的学习 休闲新据点 记者吴孟伦报道